即使是猫咪也能了解的九州地区的魅力 我们花七分钟一起来看看吧 九州是火山特别多的地区 所以呢到处都涌现出品质极好的温泉 看到那边有很多的白雾缭绕的感觉吗 即使那个全部都是温泉涌出来形成的烟气 真的吗 就是这样子看过去的话 感觉就是一个仙境的样子 全都是冒着热气烟雾 九州地区中大分线的温泉树 和涌现出的温泉量都是日本第一哦 接下来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少见的温泉 温泉中竟然富含天然的碳酸气体 长旗县的象征就是云仙月火山旗 你们看 原来地狱长这样 哇 すごい 都是烟雾哎 这里完全不像世界上 好舒服哦 看得出来吗 看上去这里就是白色浑浊的 白色浑浊啊 就意味着这里的硫磺的含量非常的高 硫磺含量高呢 就意味着它的杀菌效果很好 所以这边听说啊 很多皮肤病的人会过来治愈 说到佐赫县有名的就是有着美极功效的温泉 那个河河的贵妇呢 就是这样坐下来 跑温泉的 这也太舒服了吧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现在我这样摸上去 我的皮肤竟然有一种很滑滑的那种感觉 真的 我该找的就是它 它是这里的一个神仙 而且是美肌的神仙 可以让我变好看的 啊 我们一只都奇怪了 研粉 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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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鉄分 这样的东西 自然的水素 也很多 接下来介绍的是 位于熊本县深山中的黑川温泉 大家好 我看到过很多足汤 但是脸汤很少见 我也是 天然真脸怎么样 好舒服 就你知道吗 这是有美容医师专门有真脸的跟上的 然后这个 可是用的是天然温泉的珍视色 好舒服 是什么 也是温泉 我去看一下 那边的红叶 森林 好舒服 然后泉水 再加上这样子的温泉 好舒服 好舒服 展现在眼前的就像是在日本庭院中建造的优雅而唯美的空间 哇 这个全部都可以打开的 这什么样 在指宿市 被大家喜爱的温泉也很有个性哦 小鸟 你确定是来带我泡温泉的啊 比温泉还厉害 叫鲨鱼哦 我们我们看这个鲨子 鲨鱼 鲨鱼 我是不是应该 不吉利的是不是 该写两句话留下 其实过了一两分钟之后 已经完全适应这个温度了 现在 我都没有觉得它很好 就好舒服 想睡觉了 宫崎县一年四季 温暖舒适 这里因作为休养地 而家喻户晓 喜来等顶级海洋度假大酒店 是被海洋和森林包围的 巨大度假型酒店 在这里还可以享受到 自行车和高尔夫等运动的乐趣 哇 大海 好大一片要这样看 据说这温泉是从大约 一千万年前的地层涌现而出的 不仅可以帮助恢复疲劳 还能促进肌肤的新陈代谢呢 在泰国所诞生 并被全世界名流所喜爱的Spa 在日本只有这里可以体验到哦 但它可以拿过去对 许还没说